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早晨 現在是讀經的時間 今天的經文是生命紀一章九至十八節 那時我對你們說 管理你們的重任 我獨自擔當不起 也說你們的神是你們多起來 看那你們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樣多 為原諒話你們列祖的神是你們如今比更多千倍 照他所應許你們的話恥福於你們 但你們的麻煩和管理你們的重擔 並你們的尊重我獨自一人 豈能擔當得起呢 你們要按著各支派 算具有智慧有見識 為眾人所認識的 我立他們為你們的首領 你們回答我說 照你所說的行列為名 我便是你們各支派的首領 有智慧為眾人所認識的 照你們的支派 立他們為官長 千夫長 百夫長 五十夫長 十夫長 管理你們 當時我所吩咐你們的審判官說 你們聽眾 無論是弟兄彼此登頌 是與同居的外人增頌 都要按公義判斷 審判的事後 不可看人的外貌 聽眾不可分貴賤 不可懼怕人 因為審判是屬於神的 若有難判的案件 可懼情到我子女 我就判斷 那時我將你們所當行的事 都吩咐你們了 敬運讀筆 接著我們有王傳信牧師 為我們請導 今天的信息是 支持領袖我們要分擔 請王牧師 各位早晨 好久沒見了 為甚麼這麼說呢 剛剛我過去的整個五月 都不在大家當中 要在康寧中心那邊去侍奉 但是能夠再次回來 和大家一起去敬拜神 感謝神 突然間我覺得多了很多人 感謝神 感謝神 希望我們能夠一同地 同心敬拜 同心領袖神的教導 剛才Mable子女告訴大家 今天我會繼續一個系列 就是支持領袖 如果大家是第一次來的 是甚麼來的呢 原來大家都看到 無論是在PowerPoint 或者我們牧場上面的 是我們今年的主題的一部分 今年的主題 我們一起說吧 是甚麼 一個屬靈的群體 一個屬靈的群體裡面 我們有大兄姊妹 除了要讨告之外 其实还有一些是什么呢 这些给大家看看 可能说我们需要关心他们 接着要鼓励他们 接着要提醒他们 同意吗 如果同意之后 你觉得这四样东西有什么共同点呢 说吧 会不会只得个讲字呢 所以今天这些都重要的 将来下一次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这几个题目 要关心、要鼓励、要提醒 但我发觉讲这些题目之前 其实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 是有一些行动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们要分担 刚才子媒读的经文是出自《生命记》 《生命记》第一章提到 出埃及第四十年 十一月初一日 摩西照耶和华 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 都显如他们 《生命记》一开始的时候 就讲到他们已经在这个抗野 如果大家对这个历史 不是很熟悉的 很简单 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住了几百年 最后那段时间成为奴隶 神就呼召了摩西去带领他们离开埃及 所以有一个很出名的一本书 叫做《出埃及》 离开埃及去哪里 神一早已经有一个应许之地给他们去 其实由埃及地去到这个应许之地 就是今时今日以色列人住的地方 坦白地说 不是太远 即使是昔日 二千多年前 或者三千多年前 应该是 三千多年前 要走去的 都不是一段长的时间 甚至乎一两个月已经去到 当埃及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他们用了差不多年多的时间 就去到这个应许之地的外面 那你说为何要年多之前 要用年多的时间 不是说 牧师说过来两个月可以走到吗 因为当中他们要去西乃山 领寿十届 可能大家也听过了 接着也在西乃山领寿十届之外 也要学习很多很多的 敬拜的规则 以及建立或者建造 这个汇幕的各种资料 所以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不单止一方面要走 另一方面也要学习去建造这个汇幕 所以差不多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才能够走到这个应许之地 但是 为什么一开始就说四十年呢 可能大家也明白 因为他们去到应许之地半亿神 最终神说要他们在这个抗野走四十年 终于都走了四十年了 来到这个应许之地的前面 摩西也借着耶和华的吩咐 要和这帮人再说一些的话 说什么话呢 首先在第八节 如今我将这地放在你们面前 即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应许之地 已经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 你们要进去得这地 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阿伯拉罕 以撒雅各起誓 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 神已经完成了他的应许 带领他们离开埃及 也都带领他们去到这个应许之地 问题是他们会不会重复昔日 他们的父母辈所犯的错误 所以生命记来说可以说一个提点 摩西在这里 他们都年长年老 但是神仍然用他做一次 在他的民族的面前提醒他们 现在就是入应许之地 一切取决于什么 是愿不愿意聆听跟随信服神 地就不会移动的 多少的难关都可以过 其实40年前他们已经在门口 进不去 不是他们能力的问题 而是他们愿不愿意跟随信服神 所以40年这个功课实在是很大 很严重 所以摩西或者神要他们再一次 记起这件事情 想起这个故事 想起这个经历 重温神的教导 这个抗野的经历 要重温这个40年的经历 其实是很多东西说的 对不对 但很奇特 神感动摩西 第一件事要说的是什么呢 竟然不是我们很出名的 那些十戒啊 过洪海啊 那些很精彩的故事 第一件事 他感动摩西说的 就是刚才所读的经文 那时 我对你们说 管理你们的重温 我独自担当不起 这个是摩西和他的民族所说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温 我管不了你 很难一个人管 耶和话 你们的神使 你们多起来看 你们今天 像天上的星那样多 为怨耶和话 你们列祖的神使 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 照他所认许你们的话 赐福于你们 但你们的麻烦 和管理你们的重温 凭你们的尊重 我独自一人 怎能担当得起呢 摩西在那裡 你觉得他是投诉啊 还是在那里说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 无端端说这件事呢 其实对于摩西 或者当时的回族来说 他可能想起来 其实当摩西带领他们 这帮以色列人 离开埃及 离开没多久 他的外父 叶特罗就来探他 探他 摩西就很开心地和他分享 神怎样带领他们经历这个十灾 也带领他们离开埃及 带领他们过了红海 协特罗很感恩 感谢神 给他们的祝福 接着第二天 摩西 可能就说 叶特罗 摩西去哪里呢 第二天就不见了他 原来摩西整天都很繁忙地 要处理整个会众各种的争拗 所以当叶特罗见到摩西 即是他的女婿 摩西大约那时候多少岁 最少都八十多岁 八十多岁 这个外父可能都过一百岁 绝对不是老母龙 绝对很有智慧 他见到摩西这样的情况 他说 你这样做不好 你和这百姓必都疲倦 因为这事太重 你独自一人扮你不了 即使我们现在不是处身摩西的环境 大家可以想象 带领二百 大约接近二百万人 去到一个抗野 这个抗野 没错 当时来说他不知道要走四十年 可能走一段时间 可能会去到这个应许之地 但是要处理这二百万人的起居饮食 再加上他们所有当中的一些争拗 的而且是很不容易 所以摩西学府叶特罗就说 你一个人是做不到的 明白他面对的挑战 其实他的挑战还非常多 多到怎样呢 摩西在《文数记》还会说这段的话 说了什么呢 他说 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国家的帐篷门口 爱哭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 摩西就不起愿 摩西对耶和华说 你为何苦待仆仁 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呢 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 这百姓起誓我怀的胎 起誓我生下来的 也不是我的子女 神啊 为什么你要摆在这样的崗位呢 你竟对我要把他们抱在怀里 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 当他好像亲生儿子 亲生儿女那样看顾 直抱到你起誓 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 哇 摩西 竟然去到神的面前抱怨到说 为什么找我来搞啊 广东话 这帮人跟我没什么关系的 其实 他已经虽然没得做王子 但是也很安安定定啊 目紧羊 无端端为什么要找我来 要带领这帮 又不是很喜欢他的 一帮意识力人呢 还要是心态 还要是当他的 是一个儿子 要带领他 入这个迦南地呢 摩西的投诉还没有停止的 还有的 他说 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 我独自担当不起 你这样代我 我约在你眼前蒙恩是什么呢 求你即时将我杀了 哇 我们通常求神蒙恩呢 接着那句呢 很少加这句 对啊 我们求神蒙恩呢 都希望神帮忙啊 意识啊 祝福啊 很少求神蒙恩 杀了我啦 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 哇 当时摩西的感受 真是非常之 可能呢 真是解决不来 所以弟兄姊妹 在摩西眼中 他说要处理或者管理那帮人 责任非常之重 很麻烦 而且他们很多的真敬 真重 弟兄姊妹 当我们 刚才我说 我们要分担 我们亦都要面对一个事实 如果我们说 我们的领袖 他们尽心尽力的帮助 叫你们去帮忙的时候 这个是事实 的而且个事奉 事工 是很多 很重 很难 如果是雪糕跟你分担 你立刻拿去吃吧 是吧 是吧 我们说一起帮手 大家听过很多的教会 经常说 很多的事工 什么八对二比 是吧 一百人 大部分的事工 是去了二十 百分之二十的人去做 为什么 这个是事实 因为所有的事工 的而且确 是很犯重 很大的责任 而且是非常之困难 困难的 可能因为要处理很多人 不同的需要 而且特别是 在座座当中 除了牧者之外 很多的教会的领袖 他本身自己有家庭 有自己的职业 他要用很多其他的时间 牺牲自己 个人的时间 家庭的时间 来在教会当中的事奉 所以这个是真实的 是很多很重很困难 所以无论大家愿不愿意 或者有没有能力 是不是适当的时候 去分担他们的困难 我们第一件事 我们要先体谅 先体谅你身边的领袖 他们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 要分担 当然第一件事 大家先想工作 但是我觉得分担 明白了他们身面对的困难 体谅有时候 他可能准备的诗歌 可能不是那么好 或者准备的查经的资料 不是那么好 或者忘记了告诉你 哎呀 今天的罪会 原来改了地点 你白行一趟 然后说 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他 为什么不告诉他 要明白 我们的教会的所有领袖 真的要兼顾很多东西 虽然今时今日 很多WhatsApp 很多的 我们的应用 很多的科技 好像被人可以收到 甚至乎 他看到了 坦白这么说 有时候我看到 我立一立 我都忘记了 自己可能忘记了 不是对方 那个领袖没有告诉我们 原来的地方是改了 所以当我们回应的时候 先想想 原来我们身边的领袖 做了很多事情 因为他们面对 是很大的挑战 我们先要体谅 好了 如果当他说 要帮忙 我们的反应就是 是啊 这么难的 不要了 我体谅你 我明白你的困难 不过这么难呢 也不要了 但是这里 亦都给我们 从阿西 刚才那段经文 亦都可以看回一些东西 是什么呢 他虽然一开始说 这个是重人 去到最十二节 又说这个是很麻烦 又很重 又很增重 这些是很困难的事情 他自己一个人担当不起 这个事实 但是当中他提到十同十一节 他怎么形容这帮人呢 我感谢神 他说 耶和华里们的神使你们多喜来 他知道这些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神的工作 看呀 你们今天像天上的星那么多 为愿 还要希望 耶和华里们的列祖的神使你们 比如今更多千倍 坦白说你不够烦呀 波西 更多千倍 但是因为 为什么呢 这些是神的恩典 是神的祝福 照他所应许你们的福 赐福于你们 所以摩西这里没错 他自己没喝 掩住 的而且这帮人 其实都很多麻烦 很多困难 很多争重 但是在他眼中 一切的东西 最重要的 一切的东西 都是神给 这个民族的恩典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在教会的时候 没错是 所有的事工 又多 又难 又烦 但是原来 当我们能够参与的时候 是可以分担事工的福气 不要只是看到挑战那边 多是什么 是神的应许 原来我们忠心侍奉 神是会加添人数 要我们更努力 所以不要投诉 不要说给神 你加添那么多人 神说我正在做我的事 我就是要完成那个应许 当人尽忠 我就会加添人数 多是经历到神的应许 除了多之外 是什么 刚才说过 还有 那时候 重 觉得责任很重的时候 原来我们可以经历 我们去学习 依靠神 重 不要想着自己一个人都背 然后神说 我可以和你一齐 你可以依靠我 依重我 这些是我们经历神的机会 所以当我们说要分担事工 或者参与事工 没错我们看到又多又重 不要忘记了另一边 是可以经历到神给我们的福气 难的 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信实 因为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们祈祷神回应 我们会经历到这些 所以 当我们说 我们的领袖 他们非常尽忠去侍奉的时候 我们想想要分担 但是当想分担的时候 可能我们第一件事 是被这些事工的挑战 阻碍了我们 但是我们要想想 原来参与的时候 可以经历到事工的福气 和经历 所以 没错 教会的事工 我们不可以 掩耳道灵说很轻易 参与了 的而且是非常多的挑战 但是 我们也要看看当中 我们能够经历到多少神的福气 在这里我们可以自己想一想 过去或者现在 当我们面对事工的挑战 无论是教会领袖 叫我们一起去帮忙的时候 或者教会领袖 告诉我们一些新的事工 需要重新去想 去改变的时候 我们的反应 我们有没有勇气 我们的心意是怎样的 的而且是望到挑战 这个是事实 但是可不可以有另一个更加的 另一个角度 可以经历到神给我们的福气 这个是我们要一起去分担 一起去面对 不轻易 不简单 但是 我们愿不愿意一起 和我们教会的 所有的大兄姊妹 领袖 组长 一起去面对事工的要求 挑战 和顶售当中的福气呢? 对于摩西来说 他接着就说了 十四 你们要按着 各支派选举 有智慧 有智慧 为众人所认识的 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 十四 你们回答说 照你所说的 行了为妙 当日摩西面对 他所有的 这么多种挑战 这么麻烦 他都说麻烦 重任 这么多的尊重 神给他一个计划 或者 他的岳父 给他一个意见 他要找 当中有智慧 有智慧 和那些人 认识的人 一起去帮忙 那些人的反应 他就说 照你所说就行 就是说好啊 好啊 弟兄姊妹 当我们说 愿意分担 教会的事工 其实原来 接着是什么呢? 我们愿意 面对挑战 这个是真的 有福气 我们愿意一起去经历 原来接着是什么呢? 是要寻求一个共识 不是说 好了好了 一起去做吧 没错 这个是好的 这个态度是好的 但是 要寻求共识 为什么? 我们相信香港来的 比较年长一点的 都听过叫淡挑 听过没有? 淡挑 一枝竹 背着两个东西 现在有些现代 有些新来的 年轻一点都知道 总之一枝竹 背着两个很重的东西 你说你跟他帮忙 他当然欢迎 多人帮忙 当然轻一点 但是你记住 淡挑一个人背 就可以走一个方向 如果淡挑两个人背 在什么不同方向呢? 一个想走东 一个想走西 是的 你分装的重量 没那么重 就不停在旋转 原地踏步 是不是? 所以没错 你愿意分担 我们感谢神 非常之好 因为你已经见到 原来分担教会的事工 能够领受神的福气 一起面对挑战 但是一定要开闪的时候 一起要寻求共识 这个过程的确实是不容易 但是好过一个想走东 一个想走西 不停地旋转 转得久 就算两个很大力也好 都背不了向前 是不是? 都累了 是不是? 走不了向前 所以摩西这个计划 要找有智慧 有知识 有见识为中 其实怎么做呢? 摩西来说 他都不是 当初第一次一听到 怎么做 他都不知道 为什么? 他对那些人 二百万人很熟 不是很熟 真的 因为他离开了 他们住了 在自己的 在外府那边四十年 这些人是什么? 不知道 不懂 有哪个可以? 真的不太知道 但是 他们愿意 好,一起 一起又怎样呢? 接着摩西 就有个计划 他将你们各支派的首领 有智慧为众人所认识 自要你们所知 那为官长 千夫长 百夫长 五十夫长 十夫长 管理你们 这个制度 本身不是犹太人 本身是埃及人 是吗? 他看到 犹太人看到 埃及人这样管理他 摩西就用这个方法 其实听起来 如果犹太人一时间 哇,你不就是 当你们是法老 那些心里面不开心的 可以走出来 可以,这个圣经没有说 但是怎样都好 摩西要找个方法去管理 但是亦都客观上 究竟怎么管呢? 那些人可否有这样的能力呢? 是不是很多问题呢? 那这里摩西很明显 当然他这个说 按着有智慧 为众人所认识的 有能力的 是按着什么? 希望能够按着恩赐 按着经验 是不是? 也很多时候我们教会都说 好,我们一起侍奉 就找有恩赐 有经验的人 都有共识 是不是? 领袖想找那个 其他的领袖 不是那个 觉得不是的 他没有这个恩赐 那又要很多的谈谈 不是的 又产生不必要的增重 是不是? 除此之后我看到这里 官长 千夫长 百夫长 五十夫长 十夫长 但是另一方面 你想想 如果你是当时的摩西 对着那二百万人 二百万人 二百万人的犹太人 没错 他是被曾经这些 各种的夫长去奴役 但是怎么做呢? 是另一回事 加上他那段时间 做了奴隸 多少年? 最少八十年了 其实 因为摩西出生的时候 已经开始做奴隸 八十年了 你猜一下 埃及人有没有那么好心 让他们读书呢? 应该没有 我猜没有 所以 可能知识上也不是那么高 究竟这个系统怎么运行呢? 真的不知道 可能跟着这个共识 我相信 就是一起要学习的 一起要学习 五十夫长要学八夫长怎么做 十夫长要学五十夫长 或者反过来 有个有经验的 要教千夫长 千夫长有经验的 要教八夫长 八夫长有经验的 要教五十夫长 一个个互相去 帮助 互相去教导 这个也是 我们要一起去准备 去参与 更加的 一个更加重要的 叶特罗 当他见到摩西的困难的时候 除了说你一个人搞不定 除了说要找这些官长 千夫长 百夫长之外 他提出一个更加重要的 这个也是最重要的共识 是什么? 要敬畏神 诚实无妄 恨不易之财的人 是那个选出来 或者愿意帮手的 一定要对神 是一份敬畏的心 也要是信得过 可能在财务上信得过 处理人际关系信得过 是大家认识的 才能够一起去侍奉 所以刚才第一样 可能说按恩赐 按经验 好,大家都会觉得对 这个也是 在社会里面 都是用这个角度 按你的背景 按你的能力 按你的学历 但是在神的角度 我们多了一点 我们要互相学识 我们不是增庆 不是说 我是百夫长 这个是五十夫长 妒忌了 如果教了他 以后就取代我 不要有这些东西 这个是神的 各神的家 我们要互相去学识 但是更加重要的 在这里 敬畏神 诚可信 这个信字 可能跌到下面 诚可信 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一起去有共识 愿意分担教会事工的时候 心中有这方面的提醒和学习 好了 我们愿意一起去分担教会事工 明白有挑战 明白当中有福气 愿意寻求共识 有各方面 接着怎么办呢 摩西 就行动了 不要只说 行动了 当时我就祝福你们的审判官 这个始终是当时摩西自己面对的挑战 因为他每天要处理很多的纷争 因为这个群体 仍然没有任何的很多的律例 就算他上了 那时候 他刚刚可能上完西泰山 拿了那些资料下来 拿了神的律例 那些人都未完全去认识 就算他们认识的 可能跟着他习惯的 就跟在埃及的习惯 所以 对于摩西来说 这个是一开始很重要的一个提醒 或者他的工作 就是要审判官 处理当中各种的纷争 直至他们慢慢认识神的律例 慢慢懂得自己有自律 但是这个是摩西当时面对的一个挑战 你们听众 无论是弟兄彼此尊重 是与同居的爱人尊重 都要按公义判断 虽然这个交道 又或者这个方法 是当时摩西独有的环境 但是这份公义 这份 憑公义去判断的 是值得我们去学习 接着17节更加提醒我们 不可看人的外貌 听众不可分贵战 不可惧怕人 因为审判是属于神的 换句话说 我们自己做我们的事工 我们未必今天 今时今日 要做些审判的工作 但是我们亦都可以 有这方面的提醒和学习 一切的事工 我们都是向神负责 我们不要搞小圈子 不要给面派对 不要分贵战 不要有刹鞋的文化 很相信 虽然我来了一年 很感谢神 我们教会没有这些东西 但是不可以放松 不可以自满 这个是要坚定 和坚持下去 接着摩西又给了一个 很好的例子给我们 他说什么 若有难断的案件 可以程度我者里 所以弟兄姐妹 刚刚我说 不停提醒大家 要分胆 不是代表牧者 或者我们的领袖 想翘上手 把所有东西都推给你 如果我们每一个都 像摩西的教徒那样 我们不会离开的 我们一定是跟你同行 一定跟你一起面对教会的 每个事工的挑战 每个事工的困难 因为这个是摩西给我们的教导 也是神感动摩西 讲出来的教导 我就判断这个摩西的话 我就去处理 那时我就将你们所当行的事 就吩咐你们 去到这里 就要行动 那就是说什么呢 事工就要参与 要尝试 又做得多好呢 不知道的 要一步一步地尝试 摩西有这个计划出来 是不是这些审判官 个个已经是非常之妥当呢 正如我所说 他们个个都是什么 新人来的 没做过的 他们没有在埃及地做过这件事的 会不会摩西说 让我观察一下你十年八载 才让你做呢 不是的 边学边做 一定要尝试 没可能等到说 我已经非常之妥当 才开始参与教会时工 有这个心态 都证明你是谨慎 不过可以早一点的 尝试 一边做边学 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我说我们要分担 因为我们身边的 很多尽忠的弟兄姊妹 作为领袖 他们没可能一个人做完所有事情 怎样分担呢 再说一次 事工是有挑战的 这个是真实的 不可以掩饰的 不可以说 那些东西很简单的 不要哄人落水 我们讲东话 要说出事工是有困难的 是很烦的地方 但是每个事工 我们都能够可以经历到神 接着要尋求共识 一起怎样做呢 那样东西 是吧 一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必然的 但是记住 不要兜圈 想想想 与其未知道怎么走 就坐下 慢慢讲定哪个方向 才一起担担担 不要一直担担 一边聊 一边疲 二来 不停转圈 谈好了 讲好了 就可以走过方向 当中有岸因此 多学习 更重要当然是敬畏神 最后当然是尝试 好了 要分担的是什么呢 说到这里 希望不要吓你 教会真是很多很多的事工 可能很多时候 教会没什么 一个星期来回来一次 所以教会的牧师没什么做 但原来教会有很多东西 真的 越来越知道 有小组 有关怀 有外展 有社关 有崇拜 有传福音 圣经学习 儿童青年 这些是很多很多东西 慢慢看起来很多东西 还有 也是现实 我们不能逃避 你说以前早期教会没有这些东西 是什么呢 财务、行政、媒体、影音、宣传、设计、流域、法律 真的很多很多东西 我都写不完 这个是客观的环境 今时今日在现代的社会 我们不能逃避 说这些早期教会 史读行转 我开始教今天史读行转 早期教会没有这些东西 为什么要这么烦呢 是吧 但是我们现在在现代的社会 的而且确 当然 如果真是万一 环境不容许 我们要取捨 总有一些的事工 是最重要 或者更紧 最重要的那些 我们要取捨 是吧 譬如你看到法律 我们都没有法律部门 是吧 我们的教会没有法律部门 不代表我们 我们不会有法律的问题 要处理的 其实是有的 教会每次签合约 那张都是法律文件 简单到 请人去铲说 都是一个法律文件 我看完呢 我负责以前教会 我负责去看的 其实不太明白 我很希望教会 有法律的人帮忙看 每年的我们 将来的暑期工 不是这么签名的 政府是一个 在政府眼中 是一个法律文件 签了 我们一起去承担 其实很多法律的东西 不过怎么也好 这里我相信 大家也看到 我相信 教会中 每一个 仆人领袖 都是尽心尽力侍奉神 但是当我们领受牧养 和被看顾的时候 我们是否应该挑战自己 或者提醒自己 要在属灵上的装备成长 和尝试去分担他们的劳苦 同时感受神的恩典 分享建立教会的喜乐呢 是否我们自己要想一想呢 刚才这幅图 大家都见过 要讨过 要关心 要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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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是没问题 绝对是好的 但如果再加上要分担 而在当中 无论哪一刻做这件事 你会觉得这幅图画是否更好呢 不一定只有一个讲词 是吧 能够在关心和鼓励之间 又分担 在鼓励和提醒之间 又分担 在讨告和关心之间 又分担 你说多好呢 所以今天离开之前 让大家有少少的 可以想想 求主帮助我们自己 能够见到 参与侍奉 和分担侍奉的喜乐 如果只见到挑战的 我们是没有动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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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好像觉得是被逼的 但是我们看到 如果是当中有喜乐的 我们有神给我们的动力 今天开始 试下重新出发 支持领袖 福士神 因為剛才所說的 有百夫長千夫長 不會一開始就做官長 一步一步來 當一步一步來的時候 我個人來說 請大家跟我分擔一件事 是什麼呢? 一直以來我有這件事 第一,討告關懷 雖然我是廣東堂的其中一個牧師 甚至只是廣東堂一部分的事工 但是在我心目中 每個弟兄姊妹我都想關心 甚至乎國語堂、英文堂 如果我認識她的 我都會為她討告 但我沒可能每一個都能夠有深入的認識 但是如果你身邊的 有弟兄姊妹 你是討告關懷她 其實已經分擔了我的工作 甚至乎你不需要告訴我 在神的角度會知道 神的角度會知道 其實你是分擔了我的工作 也分擔了我所有領袖的工作 因為沒有一個領袖能夠 討告關懷每一個弟兄姊妹 第一,如果你做到這件事 已經是分擔了 第二,留意四周 不僅我們留意四周 留意四周是甚麼呢? 在我心裏 一直以來在教會 當我聽到那個弟兄姊妹 無論是新來的還是以前來的 當她說沒有工作 我心就很窄心 因為始終生活上一個安定的工作 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所以甚麼分擔呢? 如果大家在工作場所 你自己的工作場所 突然間請人 拿回來給我看看 我問了,問了教會可以 是甚麼呢? 如果你看到你自己的工作場所 是請人的話 給我一些資料 我看了之後 沒問題的 我就放在教會這裡 新設的一部分 叫做請人的地方 給其他弟兄姊妹看 可不可以幫到她 讓她可以早日找到工作 互相幫忙 好嗎? 我一個人做不到的 我只是找到教會工作給她 其他的工作場所 我不認識的 我沒有那麼多認識 我沒有那麼多關係 要靠你們 可不可以分擔到這件事? 希望大家能夠一起分擔 是吧? 一起祈禱 天上人,包括我們感謝你 讓我們在教會裡 不單止一起去敬拜 亦有很多忠心的領袖在我們身邊 但我們真的要明白 他們面對的一切挑戰 我們除了為他們討告之外 我們要嘗試挑戰自己 願意了解他們的事工 願意了解他們的需要 進入事工當中 一起分擔神給我們的挑戰 神給我們的學習 神要求你幫助我們的教會 幫助我們的弟兄姊妹 能夠同心地承擔 教會每一個事工 每一個挑戰 我們的未來 同行向著同一個方向 讓我們每一個都經歷到神給我們的恩典 求助幫助 我們這樣討告奉個主耶穌基督之名而求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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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